車遊行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原定是帶領隊頭 他懷疑自己被人跟蹤 感受到嚴重威脅 基於安全考慮 臨時決定不參與遊行 以及已經報警求助 陳健敏報導 林榮基缺席 隊頭只有劉山青和程祥 兩個曾經在內地被囚禁的人帶領 原定帶頭的林榮基 因為感到人身安全受威脅 臨時決定不參加 協助他救何俊仁說已經報警 今早早我收到林榮基先生的電話 他跟我說他發覺到有人跟蹤他 使他感到非常之不安 甚至感到他的安全受到一定程度的威脅 所以他決定今天不出席 林榮基 逼林榮基 陳祥認為中國政府再次踐踏香港人的底線 香港人現在不只是安全的底線受到踐踏 連免於恐懼自由的底線也受到踐踏 所以我們更加要勇敢地站出來 有遊行人士擔心香港人權和自由進一步被侵蝕 走到香港 走到香港 都是做不到 我們沒有辦法 都不到我們控制 好像我們是人家喜歡怎麼做我們怎麼做 我們沒有自主權 最重要的是我們沒有辦法話事 香港的人權似乎是被剝削 以及被干預 被威脅 民陣這次並沒有以林榮基事件作為遊行的主題 而沿途的街站也沒有特別製作 與林榮基有關的道具作為號召 NOWTV記者一趟見問不動 我先集完 我先集完 感谢观看